我是王瑞瑤,听众朋友要跟大家介绍 Amedic的总经理Elisa 还有我们的美食猎人Eric,大家所熟悉的 因为今天来到超级美食家,他们带了一个国王饼 而且这国王饼已经切出一个断面了,要给大家看看 这个其实是第一次,对不对? 第一次把这么好的巧克力做在国王饼里面 我们让Elisa来介绍这是什么饼呢? 国王饼其实是法国人他在1月6号的主选日他一定会吃的 那我们跟Season合作,因为你知道Season做国王饼非常非常非常好吃 那我们跟Season合作,Season那边呢他只有原味的杏仁口味 那我们这边呢就有,这个是用90%的可可 很好吃,好像有声音 对,我们跟Season一起合作,那这个只能用预定的 因为你知道他在,他里面就是千层书嘛,千层派 所以这个在掩压的时间是需要时间的 所以只能在Amede预定 可是这个预定一个多少钱? 这个1080 1080 一定要给大家看他的断面秀 而且呢,其实传统里面是杏仁县 传统里面是杏仁县,然后会加一点点酒 那Amede这个没有加酒 因为那时候我问西人说要加酒嘛 因为有些客人在问 他就说不加酒了 因为Amede这巧克力这么香 完全不需要加酒了 天啊,真的好香喔 我在Elisa在介绍的时候都偷吃了一口 他的那个饼皮的厚度是外面的两倍 在做的时候 所以你感觉会有更多层 吃起来会更酥脆这样 而且有的种可以夹馅之后变得好 香气 都不一样啊 很让人家愉悦的 他的这个派皮跟他的馅亲 两个都可以对垒 然后味道极好 然后他用非常高%的90%的巧克力 所以又可以跟他的甜 做一个完整的结合 让他不会太甜腻 跟大家推荐西人 还有Amede这一次 算是联名合作的国王饼 我是王瑞瑶 拜拜